工人將有病的細葉茸逐段鋸開 再用吊備車吊起樹幹和樹枝混走 尖沙咀拍例帶到部分行人路和附近一段行車線都要封閉保障安全 康民署聯同樹木辦人員要移除這棵百年細葉茸 和早前倒塌的另一棵細葉茸都是感染了俗稱樹癌的核根病又倒塌的危險 百年古樹都要移除有市民覺得很可惜 可惜這麼多年因為我在這個區住了很多年 看這些樹我小時候就知道現在 當然可惜因為歷史很久了尖沙咀的特色 現在減少了也不太好 早前有專家批評政府的檢測機制有問題 質疑負責的職員和儀器都不夠專業 因為這棵樹如果爛了你不鋸它 就會有能力 其實最主要就是它早期的補藥問題 應該做好一點是真的 如果它廢了鋸了你才覺得可惜 那就可以覺得比較前一些 上個月拍例大到一棵細葉茸倒塌之後 康文署專家小組全面檢驗同一個花槽的古樹 發現旁邊十一號樹 也即是今次要移除的這一棵 樹洞又深又闊 而主幹頂部結構也有缺陷 健康或者會突然轉差所以決定移除 同一個花槽裡還有一棵細葉茸 同樣都是受到核根病的感染 但康文署就說檢驗過它的整體狀況 而且它的結構都沒有異常 所以暫時都不需要將它移除 康文署說為了改善柏例大到樹木的生長空間 會繼續研究兩旁花槽的礦闊工程 並且會繼續密切監察和護理附近的34棵古樹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林希恩報導